想投科教的母子情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的内容 我们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所有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可是现实呢 却让我们往往有些寒心 且不说刚才的那些残忍对待孩子们的凶手 下面这位曾经走出了国门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副教授 海南医学院副属医院的主任医师 他的母亲含辛茹苦的把他养育成人 但是在老母亲病重瘫痪之际 他却向母亲索要存折和退休工资卡 准备把母亲送去服务院 而仅仅是因为他觉得 每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的治疗费和赡养费太高了 然而呢母亲不肯 他竟然跪在地上给母亲刻了三个响头 声称以此来还母亲的生养之恩 从此和母亲断绝母子关系 真是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提起儿子杨小敏 年过七旬的李阿婆就痛哭不已 据了解李阿婆共育有一子两女 今年十月李阿婆被查出 患了严重的左右脑梗塞 瘫痪在小女儿的家里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阿婆的大女儿杨女士就表示 小妹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母亲的病24小时都离不开人 所以她觉得妹妹是最适合照顾老人的人选 但是考虑到小妹整天在家照顾老人 肯定就没有收入 所以就表示和哥哥杨小敏 每人每月出一千五百元的赡养费 没想到却遭到哥哥的反对 要求把老人送去海口福利院 而且要求老人交出退休金 自己来支付在福利院的费用 而在母亲拒绝入住福利院后 杨教授竟故意在地上 磕了三个响头 声称以此还她的生养之恩 从此和母亲断绝母子关系 当记者再问及原因时 这位杨教授辩解称 我磕头是按照中国的传统 感谢她的养育之恩 谢谢她生我养我 我给她下跪 把欠她的还给她 这有什么不对